好的,大家好,我是小黄 这个影片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已经体验了这个绝奇灵大概5天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个鲨鱼妹的配队 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呢 鲨鱼妹的技能还有前期我们要怎么样养成 好,让我们度过一个舒服的开荒期 我最主要的配队呢是围绕着爱莲 安比还有仓角这个队伍 这个急破手这里呢 我是没有狼哥的 如果各位有狼哥的话可以换上狼哥 狼哥会是最适合的 我这里呢是没有狼哥的 为什么我说狼哥会比安比更适合进这个队伍呢 可以看到我们角色下面呢是有一个笑脸 那安比是没有笑的 仓角是有笑脸的 这个笑脸呢就是我们的buff来的 当我们在组队页面的时候呢 右上角点开这个笑脸 就可以看到这个笑脸出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那个角色特别的额外能力 要激发这个笑脸的方式呢 可以通过同一个阵容 比如说爱莲是家政的家族 然后可怜也是家政的家族 所以他们两个组队的时候呢 下面是会出发笑脸的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两个角色都是同属性的 比如说唱角跟爱莲是冰冰 所以他们两个就会有笑脸 鲨鱼妹的笑脸呢就是为自己加冰伤 然后唱角的笑脸呢就是为全队加冰伤的 好首先我们来介绍鲨鱼妹的技能 首先鲨鱼妹的普攻呢是物理攻击的 一般呢我们是不会打这个物理攻击的 我们要打的是呢通过冲刺 然后按下重击 这个时候呢鲨鱼妹的头上呢亮了三个蓝色的点 当我们有这个蓝色的点的时候呢 我们普攻呢会是冰伤 可以看到冰元素伤害 这个蓝色的点呢我们是可以存六个的 三个 六个 然后再打就没有了 最多是只有六个而已 然后我们打一套普攻呢 它就会消耗三个 可以看到我们最后一段呢是有一个转圈圈的 这个转圈圈呢 我建议大家连点普攻 它就会转很久 如果你放开普攻呢 它就不会转这么久 可以打更高的伤害 我们打一套普攻呢会用三个蓝点 所以打两套呢就会用完六个点 然后第二种方式得到冰附魔呢 就是按这个特殊剂 就是一技能在电脑上的话 当我们有能量的时候呢 这个特殊剂是有一个渐变色的 蓝色紫色红色这样的 当我们没有能量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出一个灰色这样子的 所以你可以看看你的特殊剂 有没有能量就通过看那个颜色 没有能量的时候 按特殊剂呢 是不会得到冰附魔的 好当我们有能量的时候呢 我们点了战技 我们会马上进行第三段普攻 不用打前面的两段普攻了 可以看到 我打了战技 马上点普攻 它就有一个踢枪 这就是第三段最痛的普攻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打出伤害 放一个战技 然后它给你一个冰附魔 你直接打第三弹的这个踢枪 这是加快你的输出循环的方式来的 一般敌人在被血认过后呢 我不会玩这个冲刺 然后再普攻三段的 我会直接放战技 直接打第三段普攻 会打出最高的收益 然后终结技呢 也就是大招 Q 按下Q过后呢 就会有一个动画 就会打出一个高倍率的伤害 这个终结技的能量呢 就是隔壁看到我们的那个数字没有 现在我有三百多四百多 这个数字呢 当达到三千的时候呢 它就会满了 就可以放大招 然后这个能量呢 是三个人共享的 也就是说 你放了一个大招 另外两个人就没有得放了 这里我推荐呢 这个终结技呢 就尽量让你打伤害的角色用吧 这里我打伤害的角色是 鲨鱼妹 所以我会给它开大招 鲨鱼妹这个角色呢 它在完美闪避过后呢 重击它会变快 这个刀 不会蓄力这么久 一般我们蓄力呢 是会有一段时间的 可以看到 还要站一下子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角色被打飞的时候呢 右下角呢 会显示你下一个出场的队友 可以看到安比 在电脑呢 是点空格键 它就会马上把安比召唤出来 然后安比呢 会马上给它来一刀 如果在你听到 叮一声黄色的光的时候呢 你马上换角色 它就会有一个弹刀效果 然后这个黄色的轩润枝呢 是根据安比的 不是根据鲨鱼妹的 好 接下来到介绍安比 安比这个角色呢 最主要是拿来打失衡枝的 就是打出那个击破了 可以看到我们角色攻击敌人的时候呢 会斩这个黄条 安比呢 攻击的时候呢 斩这个黄条速度是比较快的 对比别的角色 一般呢 当我们面对精英怪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多动 然后伤害很高 我们的主戏有点难打到它 我们就会用安比 先把敌人击破了 我们再慢慢打它 安比这个角色呢 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的打这个黄色能量条 就是点三次普攻 马上放特殊剂 然后再点普攻 它就会打这个飞梯 就算你的特殊剂没有能量 打三次普攻 放个特殊剂 再点普攻 这个飞梯还是可以打出来的 好 我们看看普通的普攻可以斩多少的黄条 这是一段的普攻 好 数字16 好 现在到连招的方式 就是我在打普攻的时候呢 穿插这个特殊剂 虽然我没有能量 但是也是可以放的 三普攻 特殊剂 普攻 22 打出更高的这个雪刃了 然后现在我有能量啊 来看一下 三普攻 特殊剂 对了一个普攻 45 看到了吗 破好快啊 好 现在敌人的黄色能量条 被我打满了 当我打满过后呢 会进入一个QTE状态 就是打这个连斜剂的时候 给大家看看 好 打满了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选队友 这种大怪呢 可以放两次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一般呢 我会把主席放在最后一个放出来 放完主席后呢 就赶快去打伤害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般小值一点的怪呢 就只有一次而已 放完一次就没有了 没有第二次了 好 如果我们在打周本这种超级大的大怪的时候呢 是可以打三次这个连斜剂的 当我们打出第三次连斜剂的时候呢 是可以使用帮布连斜剂的 也就是说它会送多你一个连斜剂 就是可以打四次 如果我们打两次跟一次连斜剂呢 是没有帮布连斜剂的 好 这里再给大家看 打BOSS的时候三次连斜剂 第一次呢 我放出安比 第二次呢 我放这个仓角 第三次呢 我选择放帮布 再跳出鲨鱼妹 它自动放鲨鱼妹的 所以是有四次可以看到 好 然后到最后一个队友仓角的介绍 好 仓角这个角色呢 最主要是打出这个龙卷风 给大家看一看吧 首先呢 要拿到龙卷风呢 第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开这个特殊剂 三次过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仓角呢 头上有三个火在亮 这个三个火在亮的时候呢 就算你没有能量 你放下你的这个战机 按住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龙卷风 这时候看我们的右下角 有鲨鱼妹的头像 我们可以触发这个资源技能 鲨鱼妹只要触发这个资源技能呢 它一换出来 我们只要按这方向键 它就会直接冲刺了 不需要再冲刺 这时候呢 你只要靠近怪物 马上点着你的普攻 不要放开 它就会打这个重击 然后这个重击会很快打下去的 不会慢慢蓄力的 好 这是十张之后 快速打出来 我稍微没直接往它的脸上冲 就可以马上拿到这个三次的冰附魔了 这个龙卷风呢 名字就叫做斩棋 当我们触发这个斩棋的时候呢 我们的角色 下一个换出来的 就会加攻击力 然后全队的队友呢 也会得到这个冰属性伤害的加成 因为我们的那个笑脸Buff 然后这个斩棋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触发这个连邪技的时候 打出斩棋 然后下一个出来的角色呢 就马上加攻击力 在打精英兵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先用仓角 然后第二个出来的呢 我们选爱莲 打出一个伤害 顺便拿斩棋的加攻击力 当我们可以触发三次连邪技的时候呢 尽量拿仓角打这个击破 第一个人呢 我们选择暗笔 第二个人呢 我们选择仓角 然后最后一个人呢 我们先选鲨鱼 它会自动的选上鲨鱼妹的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吃到斩棋的这个加攻击力的 然后当仓角触发这个弹反的时候呢 就是下一个换出来的是仓角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那个黄点 是扣一个点的 按笔的话呢 是扣两个点的 这是因为呢 在仓角技能里面呢 它有写到它有一个优秀的招架技能 所以它的这个承受能力呢 比较强 所以它只需要扣一个点 当我们的这个点数呢 六个全部用完的时候呢 它就不能够再招架了 如果要省点的话呢 可以使用仓角 因为它只需要扣一个点 这是在大怪的情况 在小怪的情况呢 其实是只需要扣一个点而已 可以看到 小怪只需要扣一个点 都是一样扣一个点的 只有那种比小怪还要再大一级的怪物呢 才扣两个点 帮布呢 我最推荐就是这一只小鲨鱼 因为鲨鱼妹配小鲨鱼非常的搭 然后我们要看有没有吃到8分 就看这个B 按这个B的时候呢 它这里会写 两个兵属性角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触发帮布的连携剂 刚刚大家看到的 就是放出帮布的时候呢 就自动上爱联 这就是这个连携剂的加成 简称 杀 B 技能 如果大家没有抽到这只鲨鱼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这只企鹅也是不错的 因为企鹅的呢 它是A级 就是四星吧 然后它也是一样 是两个兵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企鹅 也没有这只鲨鱼的话呢 你就看一看其他的这些帮布 看你能不能够拿到那个Buff 拿得到的话呢 你就带上去吧 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帮布的技能 可以看一看按这个B看你能不能够吃得到 然后武器上面的选择呢 爱联我是带着他的钻武这个小鲨鱼 如果各位没有这只小鲨鱼的话呢 可以选择带这一把武器 前面有啥用沙巴 最重要把爱联先抽出来先 可以带这一把 这把是送给你的 你做活动就拿到了 如果没有钻武的朋友要说性价比的话呢 我推荐这一个大约卡光追 第一大约卡可以给你很多的资源 第二你买大约卡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这一张暴击率光追 你又换了主席也可以使用 因为他的这个被动呢没有这么苛刻 因为他自己的钻武是蛮苛刻的 第一他只加冰属性伤害 第二呢他需要普攻 然后再加这个冲刺 所以不是每个人能够吃得到 然后到安比的武器选择呢非常的平民 这一把就是他自己的钻武来的 雷电 然后充能非常适合他 送给你的就直接用吧 然后仓角呢是我抽卡获得的 可以看到是他自己的样子来的 如果各位没有这一张光追的话呢 可以考虑带这张充能的光追 先过渡这些 因为这一把也是等级到的时候送给你的 所以不用怕没有 然后到技能加点呢 由于他是一个主席 他全部技能都很重要的 最好全部都点 如果我们不能够全部都点 支援有限的话呢 我就可以推荐 先点他上面这个ABC的先 因为这些是有爆伤 然后又有这些爆击率的 都是他非常需要的属性啊 先点上面的吧 然后到这里呢推荐先点普攻 然后第二到这个特殊技 和这个连接技 最后再到这个闪避 还有这个支援技 安比也是一样 比较推荐先点这个核心能力先 因为增加打黄条的那个速度 然后到下面的技能呢 普攻第一 特殊技第二 然后最后到这个 有时候我会打一些弹刀 所以支援技我也觉得重要 唱起来也是一样核心能力 因为这个是加攻击力给队友的 也点这个等于增加爱莲的伤害 然后到下面的技能呢 我这里推荐战技 还有这个弹刀技能 支援技 然后驱动盘呢 这里有推荐大家先不要刷先 如果大家等级没有到45的话 现在刷是 不太赚的 因为现在是不会出金的 35会出金 45会跌两个金 所以先不要刷先 我现在是30多 我现在31还是32吧 所以现在我驱动盘是摆烂着的 大家可以像我这样 先等等吧 不要这么急 我们先提升别的东西先 资源是不太够的 所以先升别的 最终爱莲需要的是冰套 我这里没有冰套 随便抽了一个暴击力的随便放放而已 然后第一件呢 一定是生命 第二件是攻击力 然后第三件是防御力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看到是有能量恢复 还有攻击力的 大家你看有什么带什么吧 而这边的话呢 是可以有冰伤火伤之类的 而这边有带生命值随便带的 然后 这里呢是有暴击暴伤 最终毕业的属性呢 我就可以推荐攻击力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冰伤 然后这边的话呢 最好是暴伤啊 你抽多一点暴击力 因为它突破是加暴击力嘛 这边带暴伤 收益会比较高 然后关于伏西我就更加随便一点的 就随便拿两个加冲击力的 因为冲击力就是打那个黄条 可以快一点的 所以我是随便抽了一些套装 然后这边呢 最主要是抽了这个异常掌控 就是打出这个冰冻效果的 给这个畅脚打冰冻 所以其他也是洛乱带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好的 这就是我开放了几天后 对于三映妹的分享 如果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多关注下我这个频道吧 再见各位 拜拜